原警巡邏看到一輛名車 居然停在大馬路中間 沒有警告標示 只閃著故障燈號 讓原警也超納悶 沒想到下車一問居然是 兩名原警先幫忙推車 把車子推到路邊 避免卡在路中間會有危險 百萬名車開到沒油 直接在馬路中熄火動彈不得 地點在高雄湖內區 駕駛還是當地人 想說離加油站很近 大約還有200公尺 撐一下就到沒問題 沒想到竟然穿不過 卡在馬路中間 只好打電話求救 但汽車師傅表示 開到沒油其實很危險 如果沒有油的話 或是油不夠 它會斷斷續續 有時候吸到油 有時候吸到空氣 它就很容易換 尤其空轉對它的傷害非常的大 汽車開到沒油 馬達空轉過熱磨損會變大 恐怕導致汽油泵浦毀損 駕駛自信滿滿 因為油量還夠 卻尷尬 半路熄火 百萬名車得用推的 實在好球 記者宋佩晨 羅彩瑤 高雄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 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六十旦山滿滿的金針花海 映入眼簾 黃金海浪隨風飄動 吸引著大批民眾 前來打卡拍照 看山看花以外 還可以看動物秀 可愛的海獅熱情揮動小手臂 萌翻全場 大小朋友都看得 醒華怒放 療癒百分百 飯店大廳也大排長龍 排隊等著入住 暑假最後一週 加上國境尚未開放 國旅補助最快到九月 就可能用觀光 讓花蓮的熱門景點 人幾人忘到不行 今年的定房率 大概差不多七八成左右 加上這一波暑假的時候 是我們開業以來 有史以來最好的一次 民眾更想出國放風 會啊 就是有機會的話 都會想出國 日本 新加坡 馬來西亞都可以 等待國境正式開放 且民眾把握時間 冒足了勁要一路玩下去 記者留幾家 王怡婷花鍊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才要開啟小鈴鐺喔 疫情持續兩年多 民眾口罩不離身 外出必帶 但因為有時難呼吸 可能會不自覺 口鼻交替使用 甚至習慣以口呼吸 但恐怕長久下來 還會對身體造成影響 因為鼻子裡面有鼻毛 鼻毛可以什麼 可以過濾空氣中一些過敏原 甚至一些P2.5 如果我們現在很常用嘴巴呼吸的時候 那些P2.5或過敏原 就直接被吸在我們的肺裡面了 因為口呼吸會造成口乾舌燥 增加罹患 專家江坤俊就建議民眾可以做見口操 四種聲音動作各做十秒鐘 因為可以藉此訓練嘴巴 舌頭 肌肉 避免移口呼吸 長期戴口罩阻絕病毒 但沒想到可能會養成口呼吸的習慣 民眾恐怕需要特別注意 避免長久下來 反而造成身體其他傷害 這裡請楊宗彥 台北報導 嘉義產地 卻金船有牡蠣大量死亡 都跟車伍是一樣的 扭起來就是都 鞭鞭都死亡了 那裡還有肉 那裡都炒了 一大串牡蠣全都死光光 只剩屈殼 嘉義東石鄉科農表示 近期採收牡蠣時發現許多牡蠣死亡 原本懷疑是天氣太熱 海水溫度太高 後來勘察發現 可能是牡蠣的天敵科羅所造成 由於科羅會將觸角鑽入殼裡 吸食蚌肉導致牡蠣殘死 損失還可能高達兩到三成 而目前牡蠣市價為一百六十元 到一百七十元 中秋節就要到了 今年產量減少 未來價格恐會上漲 這次牡蠣殘死 除了苦了蚵農 也將衝擊消費者荷包 今年中秋想烤牡蠣 恐怕只能硬著頭皮買下去 記者侯國安 羅菜堯 嘉義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即興天空變成海底世界大鯨魚 在天空飛 讓人眼睛一亮 16尺大鯨魚一共30指 一群鯨魚全飛 一巴擺動 空拍畫面超壯觀 大鯨魚風箏超吸睛 大人小孩通通衝來搶拍 大章魚觸角也隨風搖曳 長達35公尺 讓小朋友驚呼連連 最喜歡那個藍色的章魚 因為我覺得牠很多手很好 非常棒啊 而且風況也很好 高雄期經風箏節登場 把天空當成海洋 掛上巨型風箏 打造天空版的水中世界 有螃蟹 水母和巫賊 路上動物有大象 老虎和猴子 晚上還有夜間風箏 章魚 烘魚 水母 小丑魚 破百隻動物在天空遨游 感覺看起來還滿壯觀的 而且各種種類的海洋深入都有 漂亮 可是可惜 今天風太小了 嘉義民雄則有雨傘節 七彩顏色的雨傘掛在半空中 長60公尺共300隻傘的 雨傘廊道成了完美景點 週末景點稀客 巨大風箏空中搖曳 抬頭看海底世界 讓愛拍照的民眾 秒殺手機容量 只有高雄嘉義 綜合報導 我是孫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